朋友们好 这个有一些话题啊 不是那么太好说的 甚至就是说是 也没就是根本就是没什么可说的啊 要说起来又非常多 我想这个就比如说这个禁书这个事啊 既然是开书店 那就要禁货嘛 禁货是什么呢 就是书 我一直号称是贩卖精神食粮的商人啊 高雅产品 禁书是我的这个工作的天籁书工作的一个常态 我也不会说的太多啊 恐怕搞不好就这一次啊 我想还是要大概讲一讲啊 以后也不排除还会讲的啊 因为它的确是比较特殊 主要就是一个货源问题 大家大家知道那时候个体经营啊 就是私营企业这个称呼还没出来 那时候就叫个体户 个体户我看到过当时的税务局啊 他怎么给你订税呢 收你的税呢 比如炸油条 这个工作人员也辛苦 社务局工作人员就天天到你那买油条 或者蹲旁边观察 跟你观察 然后你每天的流量和销售量和人流量等等等等综合因素吧 他们就凭自己的主观一个所谓调查吧 遁守那么几天就订一个税 比如说每个月交80 每个月交150 就这样给你订了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私营企业一说 当然后来开始有关方面要求我 我做大以后要求我办成私营企业 需要有会计制度 会计出纳 是吧 这样一来就可以合理交税啊 根据你的销售实际营业的情况交税 这个怎么说到税这儿了 咱不说税了啊 还说书 诶 净书啊 特别困难 尽管我做了这种 走了名人道路 当然还有很多 我还会讲 很多名人都来支持我 给我提一字呀 干什么呀 光咱们本地就有 路遥 中石没 中石还没有 平蛙 胡彩 胡彩 当然他提的不是匾 提的是刘延 李若斌 外地的有康卓 三文家 秦牧 广东的三文家 秦牧 秦牧记得给我提 用钢笔提的是 玉琼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我没法做扁 我就把它就 小金框 香起来 就放在书店的一个柱子上挂着 又等等等等 这个作家啊 到这都留有墨宝 那时候我也不懂得 这个企业的统一识别系统 就是维艺系统 也不懂 我还一直幻想着 再来几个名人 我就 我再开 每开一个店就挂一个扁 挂一个天类书的另外一种笔提 这显然是犯大忌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咱们就不说了 就说这个进货 名人路线都走了 但是你没货 这是硬道理 没钱第一 钱不多 其二 没货 这个要着重说明一下 当时我进货 等于还是个二道手 给观众 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方便 从新华书店贩卖出来 所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的书就是再好 书店再好 也大抵突破 突围不了新华书店的 那个品种范围 你看我经常进货的地方 是什么呢 我在大南门外 当时第一个店 小寨 新华书店 韩申寨 新华书店 土门 新华书店 这个区的稍微少一些 因为它在一个大商场里边 很拐角 西北一路 还是 就连湖区 那有个新华书店总店 变得一个仓库 另外一个解放路 新华书店 这是我常去的地方 就原来的名声大楼对面 这些当然我的人缘很好 大家甚至给我留点好书 留好书也 也 也还是我刚说 也突破不了品种的这个丰富 新华书店有什么 我有什么 就这样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而且我的量 由于资金的限制 又不可能像那个新华书店各个门市部有那样大批量的进货和出货 我当时特别苦恼 因为我觉得我要想把店干好 一定要超过新华书店 这似乎是一个我私下的一个白人梦 但是我想如果不突破它的话 不超过它的话 何谈起 把书店能够办好呢 能吸引广大的闻友呢 坦率说 没招没落 后来我有一次啊 到了这个小寨 在小寨跟这个新华书店的这个小伙子们在一块聊的时候 发现他们后边一个附带一个小仓库里边的很多书啊 他们随手一扔 甚至脚踩在地下啊 都脏了 但是那个书我没见过 后来一打问是几个月以前的 因为剩了多 就好像是断码了 服装断码了 就剩一本了 就扔了拐角 放在架子上 学书店他又撑不起门面了 就那一本嘛 我就把这本捡回来了 后来发现这样情况还很多 就是过了气 也不叫过了气 就是过了那个发行 这本书的发行阶段以后呢 两个月 五个月 甚至半年一年都有 我把这个书捡回来 捡回来以后呢 往书架上一放 这个书架花花绿绿啊 但是只有一本 立刻吸引了大众 吸引了观众 他说你这书哪来的 有的时候 我一直在找这本书 当然他肯定是看到以前卖过 自己没赶上 所以现在 你这有 买了 其实只有一本 而且我是简陋 从那个旧书 那个 积压的书里边 土货量啊 怎么怎么这么少 这个书店的规模 由此而看出这个书店的规模很小 对吧 就算你正当进货 你为什么只进一本书呢 又有资金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啊 想动点脑筋 思考的人啊 就会怀疑的啊 当然了 这个启发了我 后来我就走了两条路 一个 我是像这个 因为经常有这个 来电的这个 南郊的这个大传院校的老师 开始他们有个别人 油油油油油的拿出一本书 说是你能不能替我代销 我说什么书呢 原来是他自己创作的 是他自己的著作 有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著作 因为考级啊 升级什么都要有著作 著作那个人 作为评判标准嘛 当然学术论文居多 历史哲学都有 后来我就代销吧 就挂那放那代销 这个是让他可以保障 我说你至少给我提供10本 20本 后来我就把这个 后来我就把这个 作为一个一个门类 专门有计划的 向很多教师啊 老师教授 这个邀请 把你的书拿来 而且这些书呢 我给你代销 这样又省得我去 事先付出一笔资金啊 新华书店我是必须要先付钱的啊 是今宵而不是代销 这个教授们的书呢 当然乐意了 有一个窗口堆在家里 出了以后堆在家里 总不是个法子 放我这能卖一本是一本啊 我定期不定期给他结算吗 哎这个开拓了我一条路 而且提高了档次 不仅仅是文学书 历史哲学这类的 专门开了个架子都有 另外就是一个主要的了 后来这个方法啊 另外这个渠道几乎就主导了我的整个天来书经营的这数年来的这个历程 直到我开到六家书店 书店遍及全市的时候呢 是几年以后啊 我已经可完全可以坐在我的办公室里靠计算机 还有靠新华总店出的那本最新的新华书店书目去订货 哎但是呢我还是忍不住要到 其实那时候我买了买了一辆西安市唯一的一辆样品车就南大街商场 进了一个法国标志牌的武林新旗 蓝色的啊 我就用这个青旗跑遍了西安市的所有店 直到我当那个所谓总经理的时候啊 做到很大了 我还是一有贤苦就跑旧书铺 哎去搜那一本那两本 这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 哎我最远啊这个跑到林桶 林桶为难哎去到他们那新华书店去找书 哎当然到那以后呢由于这个天籃书的名声越来越大了 影响越来越大 而且尤其在新华书店内部啊 哎他们传闻对我的传闻啊 一个叫田夫的人自己开了个书店 哎哎非常火 哎所以远到林桶为难的人 我是贸然上门 哎自报家门天籃书 他们都会啊好像是老书人一样的热情接待 哎我就 批一部分书但是我那个亲戚就也只能带来那么几款 是吧哎这个情况比较少 距离太远了对吧 甚至我还有一次搭别人车到过同川 在新航书店的同川幻想着在那弄一车书回来 最后愿望没有实现 因为他们那批发的这个折扣太低 嗯不值得我跑一趟 甚至就是一毛多分钱 一块钱挣一毛多分钱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大宝库 哪呢就是小寨小寨新华书店规模是比较大的 是一个走是一个地区一个分店 他好像分那个地区店吧 土门还是在小寨都是叫叫做分店吧 哎 他这个店的旧书啊 卖不掉的书存在哪呢 新丰公园 这个又回到了新丰公园 就是大新山寺 我小学我说过吗 六岁时候在新山寺东界上小学 西街就是大新山寺 那是一个破庙 一片寺院里全种的白菜 小寨村的农民在那交粪 那个山门那儿傲进一块 门都锈在土里边了 过路人都在那拐脚里撒一泡尿 甚至还拉一泡屎 这样就是这就是大新山寺 密宗发源地 然后后来文革中又有一个游泳池 给里边挖了一个游泳池卖钱 又改成了新丰公园 后来我办 我反聘到那个红果那个植乌芝帮忙 在那个植乌芝的二期地址 又恰恰设在这个 被人拉屎拉尿的那个 新山寺大门的正对面 隔着马路 我觉得我是跟这个新山寺有缘 我又回到了这儿 小寨新丰书店就把这个 旧书存在这个寺院里边 不是放在庙里 而是这个寺院里边的西北角 现在我不知道在不在 我去的时候看到有个大型宝殿 好像是不是新盖子把那个给占了 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总是顺便告诉大家 这个大型山寺全部都是假假冒文物 我对这个非常愤怒 然后呢 号称是前唐代的隋代的什么之类的 你就如实告诉大家 曾经遭到遭受过战火纷乱 遭受过破坏 怎么就恢复了 哪里年恢复了这个 别让那些信徒们都以为信以为真 顶礼膜拜 就在这个大型宝殿的西侧 有一个大礼堂 为什么那个叫大礼堂呢 是党校的大礼堂 他挨着党校 大西善司 这个大礼堂啊 就是从一安时期 共产党的这个七大就开始形成的这种风格 所有建国以后 在所有省市的这个党的机构的 这个尤其党校的礼堂 它的上面都有一个党会 另外有一行词 就实事求是 有这样一个毛体字 这个在一片废墟中 那个耗草长得起腰高 快到脖子了 一片耗草 然后中间这么一个立着 这么一座古老的苏式的建筑 就是党校礼堂 就立在这个寺院里 这个拐角 这个显然是已经报废了 已经不用这个礼堂了 后来我每次就骑着这车 就要穿过这个耗草 像柔尾档样的 敲开那个门 这个大礼堂里边 当然座已经全部没有了 观众席的座没有了 舞台上堆满了书 但是中间腾住那么一块 一个老头 看库的老头 他把床就摆在舞台当中 像演员一样的放在当中 晚上睡觉就在那 旁边有炉子 有做饭的 有锅饵瓢等等 他基本上把半个家 就放在这了 从早到晚就守着这个仓库 然后底下这个座位呢 就是一排一排全部撤掉了 而代替它的是高达两三米的那种特质的那种钢架子 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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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密麻麻的 甚至有的地方就是从地上开始雷起 就踩着书可以爬上像山一样在墙角 这个架子上全部堆的是报废的书 打好的捆的 有的没打捆 拆开了 乱七八糟的 什么都有 我真佩服 新耀书店经营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做这个的 但是我想至少是有十年了吧 这十年他就能把这个积压的书 这个礼堂里堆这么多 远远比他门市里现卖的那书要多了去 我听那个他们介绍说 这个书在这堆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每年就部分就彻底淘汰 因为在这还希望他发挥一点作用 看哪个地方需要 很少有像我这样的人来找书 他就把这个书就集中起来 打捆 拉到长安线一个造纸厂 造浆 做纸去了 好生生的书就这样做纸去了 而在这些书里边 书堆里边 能找出什么书来呢 我是满怀信心的 因为我已经有经验了 书不一定好再好 而是在那个过期的就是这个档期市面上书店里没有卖的 他这有我可以拿来用过去的补现在这个档期 用现在的补后未来的档期 无非就这样 就失忆补缺 后来我就每次进去 带一个饼子烧饼 就在里边趴 至少对半天 趴上趴下的 那个老头我也跟他关系拉得很好 他就在那睡觉 也没电视可看 有半导体收音机 放琴枪 然后我就在这个书的上爬上爬下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本书 石榴开的 那个白皮书 就是一看就是教材 上面也没盖章子 也没销售 也不是返销 也不是学校退回来 就是新华书店进来的新货 就直接报废了 一共四本 就是名字我忘了 但是显然是 就是里边全是那个法治案例 杀人的呀 以后那个验尸啊 那种 那个图片啊 有人身上就是乳房 有一个图片就是乳房 扎一把那个 螺丝刀 扎在乳房上 这种典型案例啊 等等就这种 显然是一种 可能是政法呀 锦销呀 什么这种使用的教材 后来我听那个 我应该这个书 很有意思 它至少是 它不是内部公开书版的 但是属于教材 它虽然不是文艺书 故事性 不是历史书 有知识 但是它是法治之士 是那个图案就是故事 那每一个案例就是故事 非常有意思 我立刻把那四本书全部拿回来 拿回来以后 我还特地打电话去问这个小斋 他说是 他们有时候进书啊 是根据想象 就是一看那个什么什么案例 什么什么会编啊什么 那一想哎呀 我们这个区有政法大学 那时候叫政法学院啊 有政法学院 他们肯定需要这个 所以他就进了 至于为什么到了这儿呢 也许是他进了二十本 人家只要那么几本 所以剩下这是剩下的 或者是他进了这个书 人家根本就不要 对吧 种种可能性都有 总之这么好的书 这么有意思 不能说好的书 有趣的书啊 就这样素质高歌 扔在一个库房里 准备造纸 造线 做纸 后来我把这个书拿回来以后 摆在架子上 立刻就蜂拥而去 那人过来 咱多翻一翻 这个白皮书怎么搞的 翻看 这一翻看 然后呢 不出两天 四本全不卖掉 就这样的情况 还有那个 比如说上一期 我说到李自成 姚老的这个李自成 坦率说姚老这个李自成 从第一卷非常不错 到第三卷的时候 是文革中做的啊 就好像销量不是太好了 所以他一二三卷 打捆 合起来卖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市场了 所以在这个库房里 一个墙角堆的呢 就是没拆包的 从出版社运来的 整包整包的 就搁在那 哎呀 我当时 很觉得觉得 那那那觉得 就联想啊 联想你看 这有这些作家们 呕心力学 写这东西 最后能放在这 这也是一种悲剧吧 是吧 这种情形 我想姚老肯定也知道 对吧 全国各地 他是99年去世的 上一世纪末 最后一年 所以这种销售情况 他也知道 对吧 作为一个作家来讲 是无疑是一种遗憾啊 当然跟计划经济 这个也有关系 他们冒进 就是说印刷 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 他没有 他是根据 作家的知名度啊 或者根据什么人 或者什么 他就印了 印了一会 压了压了一会 都发霉了 对 顺便说一下 这这儿的所有的树 都有霉味 我拿回家以后 开水完 晾一晒 晒一晒 甚至还给你喷点香水 上架的时候 喷点别的 香水居多 花露水也喷点 后来就过不得了 就直接上架了 忙起来就顾不得了 像这样的情况 也特别多 还有一个就是 我就是 敬这个 替私人代 就是除了教授 这个之外的话 我里边提了小告示 所以就好多私人 自己印的书 就是出版的书 都找上门来了 然后给他代销 还有这个画家 画家拿来自己的 那个国画呀 什么东西 这个我犯了 犹豫了 我说 做不做这个事情 杨胖子急得要做 杨胖子说是 应该做 书画书画店 这两个是永远是挨着的 丰富你的书店 而且一张画 就可以撑起个半边墙 或者小半边墙 给你丰富你的书店 对吧 而且来的人都是名人 即使不是名人 也是都有成就的 太一般的话 我们就不会收的 所以这样 这个我们也有了 还有一个就是收救 我上面说的这些 都是开拓 书店局面的 货源的想的招 因为资金确实少 所以我就把 这个代授旧书 这个就没有名言告诉大家 但是暗中就开始收了 不断的收 尤其学生 学生这个毕业以后 成功是什么 带来的书 就在我这代销 我最感动的是 我这个书店 我自己一直觉得不好 也许这就是动力吧 觉得我的书缘不好 也许这就是我 奋斗的动力吧 就拼命的去找书 一本本去找 好像见了成果了 因为我记得印象最深的 就是有两个在谈朋友的 美院的学生 那是美院在长安县 他每周六 周六下放假 从长安县坐长途车 坐到大难门 下来以后 他们是在东郊住着 好像在服装学院那住着 但是他们要特地倒回来 几百米到我的书店里来 赚一遭 我就觉得这一个 他们文化层次高 再一个他们都是美术 艺术系的 艺术专业 美院嘛 他们对我这个书店 吸引了 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呢 我没好意思问啊 但是 人家爱来就证明 有吸引他们的地方 对吧 这是让我非常高兴的地方 后来有不少 不断的有这样的人来 所以我那个书店里 形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景象呢 一个是这种 来看书 买书的就不说了 向我打问 想跟我交朋友 聊天的这种人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比较多 来了就说 哦 你是田老板吧 然后就趴在我耳朵边上 多是这个架势 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生意怎么样 我说一般般吧 努力干吧 好 我们很佩服你 多是这种鼓励的话 接着 总有那么最后一句 就是说 政策不变 我们也出来干 大多数问我这种话的 都是这样 我们再看 再看看政策 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改革开放了 各地户刚出来 政策会不会变呢 大家知道 政策极其碍变 所以都有这种担心 我想这些人 可能都 多有像我这样辞职的愿望 离开单位 出来自己干 所以他们都要 打问我一个话题 就是 形势好的话 我们也出来 这种人啊 最多最多 所以这里 也就是代表了 一个历史背景 那时到我开书店 就成了政策指导中心 这种人非常之多 今天这个禁书 这个话题 还很多 我以后再说吧 好吧 再见 再见